一定要把价格搞下来 全世界的保温杯 90%都是在永康生产 基本上打的都是 六丁圈一年 第一年的话 就做了两三百万的生意 当时赚的钱是什么感觉 很有成就感 认为自己还是一个 做生意的料 越苛刻的客人 可能是越好的客人 我们曾经碰到一次 翻了三次工 拉回来拉回去 拉回来拉回去 最后才通过 绝对不能让客户来挑刺 一定这个刺要我们自己来挑 如果说让客户挑刺 你就实陆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海峰 太周冷 在义乌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们主要是做时尚的水杯 我们大概一年 可以卖一千多万个水杯 多一个多一万 外贸的话占比 跟国内占比大概是三期开 当时出于什么一个契机 我们选择做杯子这一行 我们原来一开始 是做挂件 钥匙扣 比如这些 这些产品 就是时尚流行度打很快很快 在门槛也很低 水杯门槛比较高一点 它涉及到开模 涉及到很多的环节 所以是相对来说 门槛会比较高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广州的朋友过来 他是做水杯的 然后慢慢开始就接触水杯的这个行业 像我们一三年的时候去日本 大家看到这个日本的电器城里面 各种各样的电饭堡也好 马桶盖也好 反正这些电器包括水杯 每个人都买很多大包小包的背回来 当时我就想了 我是做一个水杯的 这么远跑到这里来买 我们东西做的不比他的差 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帮他做代工的 大家还要跑这么远 来被他们收这个自伤税 所以说我当时心里很气愤 回来我们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让这个消费者在中国能够买到跟日本一模一样品质的产品 就不要被国外割取菜 我们一定要把它的价格比他们一半甚至更低 一定要把价格搞下来 那当时你基于什么一个判断标准 觉得做杯子是生意的机会 当时市场上的这些水杯 它大部分都是像超市里面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水杯 然后色彩都比较单一 更新的也没这么快 然后我们原来是走的是比较潮流的款式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时尚潮流的这些元素 把它融入到水杯里面 让水杯更加有个性 那这样更受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推出了几款色彩 就比较鲜艳的这些水杯 这样的话就比较受欢迎 那我们还记得当时我们第一个爆款是什么杯子 一款像一个手榴弹一样的 这一款爆裂这款产品一推出就卖的就很好 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 是在哪些渠道把这个产品给卖爆了 当时也是在线上现引爆的 当年就卖了有100万个 因为我们当时做的几个盐收都很大的 很迷你当时市面上的杯子都比较大 我们那款杯子的容量大概只有200 就是差不多10年前做这个陶瓷涂层的 国内还是没有几家在做的 我们当时找的这个代工的工厂 它就是帮日本人代工的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保温杯可以这样讲 90%基本上都是在永康这边生产 所以说包括现在这些大的牌子 这些代工也都是在中国代工的 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永康 其实国外他们还是在前端 品牌运作 运营 研发 设计 他们可能还是在国外他们自己品牌收入 其实生产制造已经从十几年前了 生产基地都已经转回到中国来做了 我们进来这个厂之前大概五万个杯子做 一个杯子做出来要十二道公斤 管料割好 然后到这边 然后就把它瘦开来了嘛 这样瘦开来 然后到后面的环节会割管割掉 变成两块 在这边的两个杯子了 激光做出来的 但是这种产线呢 就是唯一要求就是你看 单款的体量要大 它上机做 因为它是二十小时运作的 对啊 在那边就是小屁量的 所以在那边做 你大订单 一个单子比如说五万只十万只 就放在这里做了 这个猪放进去 真空车完了 它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这个猪嘛 就融化掉 融化掉就把这个 那这里不是一个孔嘛 嗯 就最后把这个孔堵住就可以了 啊 这个就测温 嗯 抛光完以后就要测温 热气冲上来 然后你的杯子你摸一摸 表面外面热不热 如果外面你可以试一下 哦 如果外面不热 哦 那这个就正常了 看这个会正常的 如果外面热 那这个就是抽身工失败了 这样密闭的环境里面 它喷出来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嗯 对 这是十万一嘛 都会测各种各样的测试 嗯 这个是延误测试 杯子放进去 如果说是201的 它就会生锈 嗯 然后它这个304的话 它就不会生锈 产品的型号 款式 然后呢 计划完工 进度情况 完成了 现在就已经是 什么时候下单了 7月25号下单了 嗯 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要包装了 再生产 以前比如说要问金公主 你这个货 今天哪个型号抛了 哪个型号没抛 要人来汇报 那现在它就这个 就不需要人来汇报了 可追溯 你这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今天 呃 在做什么订单 什么订单已经抛光完成了 到什么环节了 就很清楚了 你们自己做了自己的中专渠道吗 还是说只给你们的经销商 我们都是给下面经销商 哦 全国有代理商 他们在到超市 各种学道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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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记得当时 咱们怎么样 从零开始了吗 19岁 我就跟我爸说 要来创业 然后当时 老爸就给了我20万吧 然后就自己 到义乌来创业了 19岁20万 哪一年 02年 那我好奇啊 你父母他们有什么样一个底气和决心 敢砸出20万 一个出入社会的19岁的一个黄毛小子 一个呢我17岁就出社会了 比较早啊 然后呢在我舅舅那里学做生意 学了两年在上海 学完以后 我说我要自己要担干 那个时候很坚定 也说服了我父母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过早的 离开了校园 过早的进入社会 有那种遗憾呢 没有一个 我父亲当时问我 他说你两个姐姐读书这么好 都是大学毕业 你自己不读了 你会不会后悔 我当时就头也不会 我说我绝对不会后悔 我也不会惯的 很多人是离开了校园 他已经停止学习了 我认为是进入社会 你的学习才真正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着舅舅做生意 那舅舅教你做什么生意 以前是他是到义乌到广州去进货 进到上海 城外面去卖 就跟着他进货 就慢慢的他这个店啊 仓库啊都我管 客户也是我那个 舅舅就负责在外面进货 我就负责帮他看店 那跟舅舅做生意这两年 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就是要诚信 因为做批发的这个生意 很注重跟客户的这种 关系的维系 你不能骗客户 那后面你怎么判断 觉得自己要去义乌做生意了 那个时候是义乌 那个国际商贸城 新的市场刚刚建起来 我认为是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就到义乌来 因为义乌那个时候的货 已经是面向全国 全世界 卖什么当时 卖的是手机挂件 跟手机外壳 因为那个时候 手机不是刚刚开始流行 所以说手机挂件很流行 可能很多人去上海 经贸大厦 他的旅游观光的这个纪念品 那个手机挂件 就是我们做的 第一桶金赚了多少钱 第一年的话 他们大概跟我 就做了两三百万的生意 当时赚到钱是什么感觉 很有成就感 认为自己还是一个 做生意的料 那手机挂件这个事情 你做了多久 真正没有做 大概就08-09年 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出现 你看现在这个智能手机苹果 它就不能换壳了 然后也没地方挂这些东西了 那你被社会毒打过吗 还好 可能应该也算是赶上 这个义务的市场比较好 然后义务也没有排外 整个创业环境也比较好 所以说也算是自己的运气 我们还记得当时创业 最窘迫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吗 最窘迫的 一个就是去进货的时候 最担心这个钱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现金去采买 我妈就把这个钱缝在这个袜子里面 然后呢我就系在这个腰上 那个时候呢就是坐火车去 前面再背个包 压在肚子前面 这样子 然后呢在火车上面 睡也不敢睡 坐也不敢坐 二十几个小时 没有合一眼 就生怕路上这个钱 被趴手趴走 就这么小心 义务还是被偷了两万块 当时很心痛很心痛 当时有没有这样迷茫 徘徊焦虑 肯定有 因为做生意嘛 你眼睛一睁开 你一天就有这么多费用 你没生意的 你要找客户 产品生产 所有的环境 你都要关注到 但是呢 很享受做生意的这个过程 然后跟不同的人沟通 看到不同人的另外的一面 客户嘛 肯定也会有好的客户 有不好的客户 有些客户很刁砖 比如说做日韩的单子的话 可能要求很高 很多人可能说不愿意做 那我们就认为 这个是客人给我们机会 是给我们一次提升学习的机会 我认为就是越苛刻的客人 可能是越好的客人 反而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的客人 可能这个客户 要么可能就是骗你 好的客户是不可能没有要求的 那你印象中坐下来 遇到最刁砖 最难伺候的客户 是什么客户 我们以前出过一个日本的客户 他的要求就很严很严 可能说你这个杯子上面 只有一点点的这种瑕疵 不行 他只要是抽减到一个 他就要让你整皮肤 又要重新翻一遍 我们曾经碰到一次 翻了三次工 拉回来拉回去 拉回来拉回去 翻了三次工 最后才通过 那个时候就很不明白 我们能不能够什么 跟他沟通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反观 这个才是真正的品牌 他对消费者负责任 对顾客负责任 就是我的品牌出去 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 通过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绝对不能让客户来挑刺 一定这个刺要我们自己来挑 要把品质要把它做好 如果说让客户挑刺 你就死路一条 那现在也做杯子20年了吗 你发现整个行业的变化和趋势是怎么样的吗 其实现在这个消费者不断的细分 各种专用的杯子会出来 以前可能一个杯子我就是喝水 现在你看比如说我户外的 我会要戴户外的杯 学校里面我要戴学校的杯 我运动的时候我要戴运动的杯 我在办公的时候我会用办公的杯 其实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场景化 他会选择更多杯子 那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们怎么样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杯子呢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杯子你要选 你在什么场景上用 那第二个呢 你就选择有品牌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看材质 从目前来讲就是说 泰的材质是最好的 它这个都是应用在航空材料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316的材质 是应用级的 我们这个手术刀用的材料 用的就是316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304 我们拿杯子这个产业来说 我们义务它未来的优势 会体现在哪些层面 第一 义务有得天独厚的 这么大的这个市场 以这么多各个门类的产品 在义务是这么集中 商品太丰富了 你去其他任何的一个地方 它的品类都没有这么丰富 第二个我认为 还是义务的物流的优势 在义务的货 可以发到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 那我认为义务的话 像我们在义务的 租金20年没有涨过 20年前的租金 跟现在的租金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个就是义务市场 给所有的这个经营户 他们这一个最大的信心 包括这三年的这个疫情 那三年给我们大家 都免了九个月的租金 政府都要把这个市场 建设好的这个决心 是可以看得见的 你们现在手足上 有多少个摊位了 十个了 都是我们自己在经营 这么千奇百态的杯子 已经很久了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拖延而出呢 还是在产品上面要创新 材质上面创新 材质可能就要跟 原材料的工厂 要保持一切的这种配合 你要有新材料出来 要去创新 然后在功能上 结构上面去做创新 那像这个呢 就是新的工艺 陶瓷涂层 在不需房上面 它做了陶瓷涂层 它就更加容易清洗 然后呢碳酸饮料也没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拿的是 迪士尼的授权 那现在好的这个杯子的话 现在我们目前用的 都是316 它里面都有钢硬打在这里 就是316的材质 那这种目前来讲 除了钛以外 它这个就是目前 是最好的这个材质 我们20多年前来到 义务市场开店 这些年来你们发现 整个市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最明显的就是 客人来的是频率嘛 以前客人近一点的一个星期 远一点的半个月 最多他一个月都会来 那现在他可能就是 一年就来个两次三次 他的频率会降低 然后因为现在都是线上联系 然后我们现在 每个地方都有代理商 然后新品出来 就直接给他们发货过去 另外一波就是现在这个客员 特别是现在线上的这个客户 我们多起来 就原来的老客户在减少 但新客户也在增加 这些新客户全部是做线上的 比如说是做社区团客的 做私欲流量的 做这个抖音的 做线上的 就这一批客户 现在是我们的新的这个客友 那现在线下市场的 来的人和频率减少之后 我们线上你们有 怎么样货客方式来弥补的 线上我们现在就是 China股市上面 会有一些客流 另外一个它还是 这个义务市场会比较好 大家来找产品的话 都会来义务市场 还一直通过展会 未来肯定我认为 谁也代替不了谁了 线上有线上的优势 线下有线下的优势 那你说客户来采购选产品 它肯定要摸一摸 它才会有触感 你在网上图片做得再漂亮 它还是会无感的 那在出海这件事情上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出海我们是从去年开始了 这个疫情给我很多的思考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们就想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两条退走路 国外一定要加大 对我们的品牌的出海 如果说只是产品出去 你就是比价格 你只有你的品牌 得到客户的认可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你才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说这个时候 China Kuzi 包括商专期 他们推出了这个品牌出海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 时机跟契机 其实我们很多年前 就已经把海外的上边 全部都注册完了 都已经在五年前 就开始布局了 今年下半年开始 到明年 只要是海外适合我们的展会 我们都会去参加 你现在目前遇到的 出海挑战 那难点是什么 难点就是每个国家的差异化 现在还没有找到感觉 就是中国来讲 它南北方需求都会不一样 那何况是国外这么多国家 所以说我认为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 掌握到这方面的 这个一手的信息 但是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方面去做 这方面的调研 那刚才也提到了 国内国外 那同时我们在线上线下 怎么样协同好 我认为我们现在 一个就是通过第三方 来帮我们推广品牌 另外一个现在不是商店集团 在退这个China Kuzi的平台 我们也是积极地响应 也有很多的新的采购商 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们 那这条路你们要坚持还是往前 线上的这种品牌的推广 肯定要坚持 肯定要持续 这种东西不是说 短时间内就能够出效益的 还是要坚持 独自站在那喧闹的城市街头 白蓝的烟火中 看着人群在周围穿梭 我不愿再停留